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女啊 一个人 这有人 你好 服务员 给我来一杯 新歌莫不嘉宾 谢谢 你来得够快的呀 这种时候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待着呢 来 再来一杯 你知道 什么酒最容易喝醉吗 什么酒啊 什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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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天长地久 那夏天 我们到底应该喝什么饮料呢 喝啊 喝冷饮啊 是呵护你 你这笑话都太冷了 你这笑话都太冷了 我怎么个律师这一辈子 就靠这两个笑话 就是有点冷 竟笑呢 虽然笑话有点冷 虽然笑话有点冷 可我还是笑了 我第一回来 说得不想啊 这个谢谢我 我都不想干什么 我都不想干什么 我就说天下 我都不想干什么 我都不想干什么 我就不想干什么 王鲜 你听我的话 我有一辈子 我都不想干什么 听话 在书来 可能要劲 Muni 这些人 今天谢谢你过来 那你也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好的 杨总 保持联系 再见 那我们再联络 再见 拜拜 你是故意介绍杨总给我认识的吧 不是啊 就是简单的用个下午茶而已 我不想浪费这么好的天气 刚才看你们聊得这么投缘 我都插不上话 还是你们同行之间有共同语言 我是不会离开西娅的 小妍 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 你现在已经成长了 西娅呢 已经割不下你了 现在是时候展翅高飞了 就算要离开 也要离开的杨眉吐气 趾高气昂 莫米现在怎么样 挺惨的 跟你不相上下吧 都是我害的 一屋儿啊 少等一下 明珊 北京那边情况还好吗 回来了 你不是在家装修呢吗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怎么样啊 看见我开不开心 我现在脆弱得很 不太适合要惊喜 怎么了 还没习惯当一个敌人吗 你是敌军派来看我笑话的吧 要我说呢 你应该好好学一下你们邻居 卧薪尝胆 你才知道什么叫 逆风翻盘 你有这说废话的时间啊 不如给我找个地方 我想搬家 你不是刚交了三年的房租吗 你现在搬那房租能退啊 不能啊 所以这就是图审舍的代价 那这也亏得太多了一点吧 你要不住这儿的话 那你住哪儿啊 住我家 我天天看你这儿不上镜的主妇生活 我还想给你的友谊再长一点 你怎么不怕我嫌弃你啊 真是 那就住齐冰家吧 挺好的 又能摆脱现在的窘境 又能把两人的关系吧 拉进一大步 一举两得 一石二鸟 两全其美哦 来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我说过 我谁家也不住 你每天这么晚回来的话 不是 娇蕊 我干脆我把童童 接到我那边去出席吗 不是 你现在回来的这个时间 正是堵车的时候啊 我回家我得一个多小时呢 妈 你稍等啊 马上 你明天几点回来啊 你明天几点回来啊 跟今天差不多吧 明天晚上店庆啊 我必须出席的 我让那个月嫂提早来 我六点半走 你七点能回来吗 许 妈没说话 喂 季总 你要给我的报告呢 是 我现在正在找 您别着急啊 我已经找到了 现在发给您 好的 好 再见啊 妈 你刚刚说什么 明天怎么了